大家好 我是李承琳 然后来自于Shopee的可观测信团队 我们目前呢 其实是Clickhouse对于我们来说 是实时数仓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基于实时数仓呢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痛点 然后基于这些痛点呢 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分享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System Table是什么 就是System Table呢 其实它是目前Clickhouse 它提供了一个系统标 它用于记录目前server它的运行状况 然后内部query它的处理情况 包括它存储情况这些信息 目前所有的System Tables呢 它都存储在System就是这个数据库下面 然后所有的库都是不可被删除或者修改的 像我下面列的这几个呢 这个query log里面其实它就存储了 目前已执行的所有query 它的一个状就是它的状态 包括它成功与否 它失败的信息 然后这样子的一些信息 然后Tables下面呢 它存储了就是 比方说这张表 它的一个和其他表的关联关系 然后Pats这个系统表下面呢 它又存储了 比方说一些local本地表 它的存储大小 然后它的一个这样的存储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当然这个System Table它是很丰富的 就还有很多 大家可以去官网上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更多的表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呢介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System Table来搭建看板 这个是目前啊应该是目前所有负责CK同学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突然有一天后端同学他就会冲过来跟你说说服务不可用了 目前调用CK的API全都超时了 或者是分析同学他就跑过来跟你说他召集出数 他要出报表下午老板就必须要 现在分析的SQL都跑不动了 然后或者是运维同学呢 他要冲过来对你说说数据库现在这个存储呢 他马上就要超过安全水位线了 必须要改一些表的TTL或者删除数据 然后或者 然后你接着呢你去找一些业务同学 业务同学可能他也会跟你说 我不知道哪些表重要哪些不重要 他甚至都没有办法来决定哪些表的TTL可以修改或者可以删除 针对这个问题呢 就作为我们Clickhouse相关的开发同学 我们就会去看就目前已有的这种系统的一个看板 目前呢看板它其实它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基于 比方说像CPU的使用情况 然后内存使用情况 然后包括一些整个数据库的存储 甚至有一些它会有一些表 每个表存储多久这样的一些信息 但是对于我们开发同学来说 我看一个这样子的监控 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定位现在问题出到哪里了 就你现在我去看我就发现CPU全都高了 内存也全都高了 但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更多时候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就是等待 就是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然后等所有的压力下来 然后再告诉同学说 好你现在再跑你的SQL吧 这个SQL可以跑了 然后但这样子过于被动了 也使得就是用户们他们都很不满意 我们同时呢 它下面就像刚刚我讲到的 数据库它满了 像下面下面呢 你只能看见它目前整个的磁盘使用率 或者它单表的使用率 但是难道最大的表 它就应该被改掉TTL吗 或者难道它小一点的表 它就不应该被删除吗 就是你该如何做治理呢 这个其实目前针对 就如果只用是这种系统级别的看板呢 也是没有办法定位的 接下来呢 就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基于查询 来做的这样的一个看板 查询看板呢 我们目前的一个主要思路 是从库开始到表到节点到查询 来逐渐下钻问题的 就是我是用户 包括我的用户们 他们也是 我们只通过查询来和数据库进行交互 那现在数据库它不对了 我们首先怀疑的点呢 它就是查询 但查询它是一个过于细的力度了 它很难发现 所以我们从库开始 然后基于这个思路呢 我们在库下面呢 就是如果目前你比方说是库级别的 就使用刚才那种整个的 系统级别的监控就可以了 然后在库下面呢 我们有每个表 每个表有汇总分布排名 这样子的监控 然后在节点级别呢 我们有每张表下面 每个节点它的分布和排名 类型的监控 然后同时在每个节点下呢 我们有每个查询的一个排名 就比方说目前运行数据上最多的 Top10这样的一个排名的看板 然后基 然后呢 这是我目前举了一些例子 就目前汇总类型呢 汇总类型呢 其实相当于就是有 总查询次数 然后平均查询耗时 总失败次数 或者是总内存 总CPU这样的一个 会总类型的看板 然后在分布呢 我们会有查询次数 耗时 失败 内存CPU 这样一个时间分布的看板 排名这里呢 我们目前是针对Top10来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不同的业务场景呢 选择不同的这样的Top级别 我们目前只针对Top10这样子 比方说最高的被查询次数 最高的查询时间 以及失败次数 内存CPU使用率 进行排名类型的看板 这里我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我们目前在库下面呢 它会有各个表的查询数据汇总 然后还有各个表的查询数据分布 然后以及各个表的 被查询的数据的排名 然后还会在库下 每个表下面呢 会有每个节点的被查询数分布 以及每个节点的被查询数排名 然后在节点级别呢 它会有比方说当前Top10最高次数的查询 然后这里呢 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目前是如何获取到这些指标的 当前这些指标呢 我分为了四大类 分为是查询资源失败和耗时 然后这四大类呢 目前我们都是可以通过 Query Log这张表 然后来得到的 重点和大家分享几个 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呢 是这个Initial Query这个字段 它里面 不好意思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字段 Initial Query呢 大家如果使用CK的话 都应该有 就是大部分的查询呢 我们的查询都是基于分布式表做的查询 然后分布式表呢 用户在发出的时候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Initial Query 然后在分布式表 后续的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呢 它会下发成Sub Query到每个节点上 去查询本地表 然后得到数据 所以通过这个Initial Query等于1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得到就是目前这样子 用户它发出的这个SQL 但是如果当Initial Query等于2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下发的一个查询了 基于各个节点的 然后它这里呢 它有一个Type类型的字段 Type类型的字段呢 其实就是它这个里面来包来定义了这个查询呢 它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成功运行在开始之前就失败 还是结束之后才失败这样子一个信息 然后目前呢 它目前这个QueryLog这样的一个系统表 它其实是一个本地表 就是在查询的时候呢 每个节点上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Query的执行情况 那我们想要拿到所有的怎么办呢 就使用这个ClusterAllReplicas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它来查询整个所有集群上所有系统表这样一个信息 通过这里有一个FQDN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可以拿到当前的这个运行节点 就这个节点名它是什么 这样才能来做就基于节点的一个排名或者是分布 这里它每个QueryLog里面呢 它会有这个Tables字段 而Tables字段里面它其实是当前这一条查询 包含的所有的表 这里我们建议啊 是就直接使用这样的array join 把它直接把里面的所有的表拆出来 就我们目前其实没有确定 就是说放比方说放在from里面的才是这个表 可能或者哪一个表更重要归因到哪里 我们目前就只要是这个query里面有这张表 我们就会把它计算进来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目前使用这样的看板它的一个具体的案例 就当前遇到的情况呢是CPU目前我们去看系统看板 它CPU使用率飙升了 然后用户也来抱怨说我们现在API之前测试没问题的API现在全都超时了 然后CPU的运行时间呢也比以前更长了 我们目前的查询的策略呢是先回去看每个表它的总查询次数 就是看它的这个查询次数在最近一个小时内呢有没有这种比较异常的表 就是它有一张表它被查询了很多次 成为这样的一个热点 在这次的案例当中呢 其实是发现了这样的一张表了 然后发现这张表呢 它远超其他表的被查询次数 比如说我们又去看了一下它就是我们排名前10CPU使用率的表里面 然后发现它也是TOP1 那我们当时呢就怀疑是大量的查询使用进了数据库内的所有的CPU资源 导致其余的查询的变慢 于是我们去看 我们就想定位到就说这个查询到底是谁 是谁是怎样的一个查询 它被频繁掉多了 于是我们去到了各个节点上去看TOP10的一个查询次数 然后就看到了呢 在所有的节点当中 在最近15分钟都有一条CREE被频繁出发了 当时是被触发了几百上千次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它就是很不正常的 然后我们去定位 从Query log里面呢就直接查询到了这一条Query 它的那个address和initial user 然后它就是能拿到它的就是谁发起的这一条CPU 这个来自于哪一个服务 然后通过这个呢去定位到了目前这个服务 它是属于哪一个团队的 然后这个团队也确实在最近的这一个小时内呢 它上线了一个新的服务 而新的服务它这个服务当中呢有bug 然后就会导致不停频繁出发这个SQL的查询 于是我们当时就赶快让用户把这个服务下掉了 然后等它修好之后再次测试 然后再重新上线 接下来是分享的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就更有意思了 第二个案例呢它是CPU都很正常 但是CK的查询就是变慢了 然后SLA也确实都是超时了 从目前整个集群的使用上面来看呢没有异常 然后当时这个东西呢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分歧 就是我们当时说用户的SQL写的不对 然后用户说呢我们这个Query都优化好多轮了 你们也参与过这不会不对 然后我们就说那好那就去查一下 然后去查了之后呢就在前面看各个表的总查询次数没有问题 然后CPU使用率呢内存使用率当中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排名第一的CPU使用率的表下面看它各个节点的分布 就是看各个节点上它的子查询的一个运行时间的分布当中呢就发现了问题 发现有一个的节点呢它的分布占比特别大 然后与这个节点互为主倍的节点呢 它的平均耗时又特别低基本为0 我们当时就觉得它这个问题会与这个主倍之间有关系 我们就去查看了这两个节点下面 执行的这个Top10执行的这个次数 然后结果就发现了一个值行一个节点上执行次数它是异常的 它是其余节点的两倍 然后当另外一个节点呢它的执行次数其实是为0 我们就怀疑是这两个节点当中肯定有一个节点才出了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引入到了运维同学来一起检查这个节点的硬件信息 检查这个硬件信息呢我们就发现了它其实是 就是上述说那个执行次数为0的节点呢 它的后台线程卡住了 它的merge线程呢因为k8s的一个死锁 它给卡住了 卡住之后呢它导致了整个后台就是同步副本的线程呢也全都被卡住了 使得这个节点呢它的副本延迟特别高 ck它在分发分布式表在分发sicle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会去选择一个副本延迟节点正常的节点去执行它的sack query的 这就导致呢这就导致呢目前所有的这个子查询全都被发到了一个节点上去 就这个互为准备其实没有起到准备的作用 使得那个节点的执行等于是可以理解它的执行的sicle数量其实是乘二了 所以导致了资源的负载程度特别高 然后这个呢我们分布式表目前其实是一个木桶效应了 就是最短的那个边会决定这个木桶能存多少的水 然后最慢的这个执行节点呢它会导致整个query的执行时间全都异常 导致我们调动的API出现大规模的超时 接下来呢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关于资源搭建的一个看板 这是我们目前呢其实各个不管是各个公司也好 各个团队也好其实都希望自己的成本减少 然后收益增高 然后我们这里呢怎么来定义收益 收益其实是我们定义一张表它当日访问的次数 以及7日内平均访问次数作为它的收益 成本是它的目前的存储的大小 我们作为这张表的成本 我们组呢目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计算的方式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但是可以根据正式情况来改变啊 它的这个收益呢我们目前是当日的查询总数 它除以1万 加上7日平均访问数也除以1万 作为它的一个收益分数 成本分数呢是它的存储大小除以10g 作为成本分数 然后单表的评分呢就是这个收益分数减去成本分数 就得到了每张表的一个分数 然后接下来这里呢我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做的这个看板 它里面的几个部分 就是这里呢其实能看到它有一个表的使用 一个表的占比 就是它存储占比 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它的访问评次 这个存储占比呢我们能清晰的看到 就哪些表它目前占比是最大的 然后访问评次呢我们能得到目前哪些表 它是热点表 它可能在最近的一日或者一周之内呢 它被高度的访问了 然后接下来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名系 名系当中呢会关联到 就是它目前的存储的实际使用空间 以及它目前的访问评次是多大的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张表 它其实占用了一个比较大的存储空间 但它的近7日访问评次其实是零 这个表呢它其实就是业务 它在上线之前的时候呢 它对于它的这个业务是否会真实调度 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把握 但是当它上线之后呢 实际它发现它好像不需要用 对于这种表呢我们一般来说 就会把它下掉的 然后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是如何获取到这些资源类型的指标的 我们目前当日被查询次数 以及7日平均次数呢 是通过Query log来获取的 就来看Query log当中呢 这张分布式表它当天被查了多少次 然后存储的这个大小呢 我们是通过PASS表来获取每张表的 它的一个本地表的存储大小的 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查询的是分布式表 然后资源存的是本地表 那我怎么把它俩关联起来呢 就是我怎么知道哪张分布式表 对着哪张本地表呢 这里我们就要引入到这个system tables 这张系统表了 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dependence table 这个字段 它的这个字段呢 其实就是当我们在见分布式表的时候 它里面会填就是下面它distributed table 它那个引擎里面它会填一个表明 就你填那个表明呢 其实就会是它依赖相关联的这张表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字段呢 拿到它俩之间的一个映射关系 然后将它们的数据呢 这样招映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个 我们使用资源型表的它的一个案例 就目前呢我们集群的使用 词盘使用率呢 其实已经超过安全水位了 愿位同学呢 这个是就会强烈要求 你一定要下调 一定要改写tpl 或者伸出一部分的数据 我们呢就会先去看每个表的评分 筛选出来一些最低评分的表 就因为这些表呢它评分低 它有可能是表会比较小 然后有些它会比较大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来评估 就是缩小ttl能够解决掉这件事情 就由于目前来说呢 减小ttl是业务最能接受的方式 但是有时候呢可能需要 真的需要删除掉一些表 才可以做到 接下来呢我们苹果好 就会告知业务 我们之后要做的事情 同时我们这部分数据呢 其实是会在hive当中存储下来的 如果未来业务它真的有这种 可能过三十天过两个月 它突然觉得它的业务 需要被查一下了 那它可以来hive里面 来查询到这部分数据 然后最后我们就会来执行ddl 然后来删除掉这些表 或者减少这些的ttl 最后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sickle的调优 这个是我们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想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目前ck下面呢 其实它有一个系统参数 叫做distributed product mode 它这个呢它有四种模式 分别是deny,local,global和alove 然后deny呢是目前ck 它如果你自己下载一个ck的集群啊 它是会作为一个默认参数的 当然大家可能不一定是ck的运位同学 就是你们在你们的集群 可能会有你们的运位同学 配置成不同的参数 然后我下面也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介绍这个四种模式的不同 就是举的这个例子呢 大家能看到它其实是从第一张分布式表中呢 来筛选B字段 它在分布式表2里面的 然后拿到这个A字段的值 我们先来看它在deny下面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啊 它在如果当前的这个状态为deny的话呢 它其实ck它会直接会给你 如果你发送这样的查询 它会直接给你报错的 因为ck它如果你是deny模式 它是不允许印或者drawing里面使用这种包含分布式表的查询的 如果你目前的这个模式是local呢 是local的话它就有意思了 它如果你现在是local的话 你执行刚才那个命令 它的分布式表呢 它会立刻把它里面所有的分布式表 全都变成local表 然后下发给所有的节点上去执行 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到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我们的这个SQL的业务含义 其实是想拿B在这个分布式表2里面所有的这个B 但是每个节点上呢存储的这个B 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使得它A节点上可能有10% B节点上有20% C节点上有30% 就导致你A B C 三个节点上查询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都是与预期所不符的 然后拿出来这个结果呢 最后你又汇总到一个节点上输出 最后得到的这个结果就会是一个不准确的结果 而且你每一次执行呢 它这个结果它都不会对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下去 可以回去去找一个这样local集群试一下 看一下它的表现很有意思 然后接下来呢 就要介绍这个等于allow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查询了 如果你是以等于allow这个模式的时候呢 它只会将你执行的就是那个from里面的 非欠就是非欠套查询的里面的这个呢 变成分布式表 而变成本地表 然后下发给所有的节点 子节点上面去 这个带来的问题就是里面欠套的那个 它还是分布式呀 它还是一张分布式表 于是各个节点呢 它又会向所有节点再次发送 查询里面这张分布式表的自己 这样一个子节点的一个查询 就会导致它会进行一个不放大 而使得整个数据库的压力会比较大 如果大家的那个数据库是支持查询拓谱的 可以玩一下 玩一下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这个拓谱呢 它会拓到几千层 就它会如果你的节点够多 它甚至可能会拓到几万层这样子的 然后它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性能消耗 接下来呢 就要介绍一下它等于global模式了 如果是等于global模式的时候呢 其实就自动的使用了global来修饰硬了 如果是drawing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它等于是自动修饰了 自动修饰之后的好处呢 是它改变了它的执行计划 它会先将千套查询里面的这一部分呢 它会先发送出去 先发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先向所有节点呢 子节点发送了这样查询 第二个分布式表的一个本地表的子查询 然后它会将所有子查询的结果呢 汇总到一个节点上 形成一个临时的结果集 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temporary results 然后接着呢它会向所有的子节点再次发送 就是分布式表一 它是在本地表 然后B在这个结果集 汇总的临时结果集里面的一个查询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解决了读方大的问题 同时也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结果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分享了 然后这个QA环节 Q&A环节感觉可以留到后面 是吧后面会有一个 后面就是所有的speaker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看看一个问题 我们所有的speaker都可以帮帮大家回答 可以可以好的好的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